没开悟 专门学一种 对一种 为什么 勇于得定 得三昧 得三昧之后 不定什么时候 豁然大悟 开悟之后 可以 看一切进来 你统统能看得懂 没有丝毫障碍 所以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保养 踏实开悟之后 释出世界业切法 统统明白了 讲出这么多经论 那么在中国 我们看到慧能大死 不认识死 没念过书 他开悟了 无论什么经典 你去向他请教 你念个他听 他不认识死 你念个他听 他讲给你听 他有能力 把人讲到开悟 在他会下 开悟 大车大悟 跟他同等境界 四十多个人 十五千里 像慧能大死 这个人 慧能之前 没有 没听说过 慧能之后 也没有 慧能大死之后 这禅宗大德 弟子当中 有两三个开悟 有 五六个 没听说过 能大死 确实难得 现在更难了 末法 只有净土 有保护 禅宗 没保护 密宗 也没保护 密宗 禅宗 都要一直 真正的上司 为什么 他容易找魔掌 找魔掌 谁来帮助你 师父有能力 没有的师父 找魔掌怎么办 这些 都必须要知道的 早年 方都妹先生 都告诉过 他叫我 掺个密 决定不要碰 指个我的方向 就是 发向为实 从者下手 打根基 然后 信从 或者是 化言 发华 三论 都可以 教我修学方法 我们 对老师尊重 不敢违背 违背 自己 走冤枉路 那还算是不错 就怕走到邪道上去了 就很恐怕 那 以后我遇到张家大使 大使 正知 正解 他能关起来 我 我不是密宗根基 不穿 这正 你要不要学问的 告诉 要学 什么时候 登地以后 没有登地之前 不必须 登地之后 登地之后在哪里 在极乐世界 真正得大圆满的 是要 是欲 是欲 是爱 是欲 是欢 是喜 是活 是亲 过 智心 解释 真 舍 成 满 智心 那 我们今天把这个满 字换一个字 换成 恭敬的敬 我们今天要休息点 要真 不能用往心 要实在 要老实 要诚恳 要恭敬 那我们用这四个字 来修复 你会真正的受用 纵然没开悟 你不会错觉 经典的意思 一叫风险 行什么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待人借悟 就记住这四个字 真是沉浸 就能帮助你得到 发息 充满 长生 欢喜 那 特别是现在的学会 灾难太多 啊 所谓恐怖分子 到处都是 防不胜防啊 这个事情麻烦了 每一天 新闻报道 我是不看新闻 但是 每一个星期 同学们有新闻 则要给我 今天我看到 这个星期的 就在我桌上 这一份 一共 有六十多条 这就个新闻 现在的恐怖问题 越来越多 真的是 无法防范 不定在什么时候 不定在什么处处 他在那里搞爆炸 在那里开枪杀人 他也没有目标 随便杀的 这社会多可怕 这是大问题 怎么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 李老师 往生前告诉我们 世界乱了 佛菩萨 神仙下凡 都救不了 告诉我们学生一句话 你们 文艺的深入 就是念佛 求生前途 李老师 临终最后的一言 对我们这些学生的交代 他说的时候 这个世界还不错 我旅行都很放心 现在是越来越恐怖 越来越不放心 怎么办 这句佛号 不能断了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世上一切岁月 如果又到了 欢喜 为什么 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 神念必生 帮我们化解这个灾难 我们的心 念念的求生 净土 被人家无辜杀害 好 欢喜 我到极乐世界去了 没有怨恨 这个正确 能不能往生 决定的神 这对于尽宗 身陷不移的人 有好处 有大利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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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